9月19日周二A股的收评 今天这些传统的行业支撑着上涨指数 几次出现了翻红 但是下跌的股票仍然将近4000只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下方你说那个缺口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是不是一定要补上呢 我看不一定 今天盘面有一些诸多的变化 我们来一一来说一说 另外我们这个观点 节前已经非常重要了 我们要明确一下这地方的观点 先来看一下今天全田盘面的走势 行业什么铁路公路水泥建材石油 航运延企银行 包括今天证券盘总也有些移动 都是一些传统的行业 煤炭保险都有动作 但是盘面有些 他们的涨幅都非乎其微 也就是说象征性的上涨那样的意思 包括一些你说 概念的那就是像什么星闪 这很少 虽然快速拉升 但是就是几只股票的带动 实际等于是没有热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另外呢我们发现呢 科技股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 也就是说你看半导体芯片呢 等等相对抗跌今天啊 是不是短期到位了 再有呢就是说像大数据啊 东数细算呢 像游戏啊传媒啊等等 出新低不断 这是一个问题啊 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另外呢今天这个北上资金 有点移动 早盘的时候一度最多钱流出了40多个亿啊 到北盘的时候还好有点回流 变成了20多个亿流出了 有些回补的啊 虽然两市下跌的呢 接近4000只股票下跌 但是呢大跌的股票并不多 超过5%的股票的跌幅呢 只有60多只啊 总体上来看呢 弱但是不是太弱 就是说杀跌的动能呢 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减弱 另外两市的成交量 塑到了近期的比较低的量 加一起呢 一共是6349亿啊 那么上证呢是2740亿啊 那我们来说观点了 我认为呢 这个上证这个成交量还没有缩到极致啊 随着双解的逐渐的临近 这个地方的成交量还要缩到2500亿的下方 如果要是下跌的呢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左侧的上车信号啊 大家注意 今天的很多一些指数呢 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低级 你比如说深程值 还有护深300等等吧 有几个出现日线级别的低点的 那么是不是一个低点呢 我判断这个位置呢 向下杀跌的动能已经不算太大了 关键看谁率先起来啊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啊 两个信号 我们小散户就等着就行了 一个是向下继续刹跌 伴随着一颗阴线 同时量缩到极致的时候 我因为可以考虑左侧上车信号 但这个缺口补不补 我因为不重要 但是最好是补上 那我们心安一喜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出现极度缩量的那种情况啊 这是一个 如果下下杀之后 假如说你这个左侧抄底呢 不是太脱底感觉 那么就等着一个低位的一个大阳线 这地方呢 随时随地会出现一个低位的中阳线 我个人的观点啊 比较主观一点 另外呢 就是一个向上的突破信号 如果说说在这地方横 你看 今天的指数 你说它下跌也就是这跳一跳的 一直在载幅阵仗整理 随时随地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大阳线 大家注意你看这个地方 不断地出现那种盘口的这种尖角度 说明有些资金在做一个逐步的回补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些板块已经出现这样的动作了啊 再有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向上突破 就是向上突破一定要是一个有力度的阳线 你看 它这个小级别连 它是一个 你看 都是小阴小阳的 最近 要一举来一个大阳线才能扭转这地方的弱势的走势 那会激发引起啊 我判断呢 出现 直接出现向上阳线的概率 也不是没有啊 所以 你看 在这就讲说它不跌了 直接起阳线 或者是下跌之后再出阳线 总而言之 我们还是要等阳线 我感觉呢 是右侧比较稳健的啊 另外呢 看这些板块 哪个板块是零涨的 哪些方向是零涨的 我们都要等着一个明确的转折的信号 至于抄底呢 那就很简单了 出现阴线 伴随着极度缩量 今天那个上升的2700这个量 是还是偏大的啊 大家看一看前面那几个量啊 尤其是去年的12月末的这个量 那这特别 你看这地方的量 所以说缩量才是关键 如果是跌下去呢 回补这个缺口 那就是最好 所以说近期我们就是等 就是等啊 这地方大家要有极大的耐心 等待才是大智慧啊 关键是要选好股票 把股票池呢 好好的选一选 以免呢 后面出现突然性的转折时候 你被市场落下 千万不要被他甩去 这可能是这个附近是 今年到年末最好的交易机会 就在这个前后啊 就是说十一之后启动也不要害怕啊 假如说我们是节前 斗市一直维持弱势 那节后大大率跳空上涨 好了 我们明天呢 早晨板块分析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